不好意思,刚刚断了线 大家要进来吧 刚刚刚无端断了线 所以...sorry 我们继续讲回刚刚现在的问题 就是... 我们平时煮食最重要是锅 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家或者爸爸妈妈 通常我们都会说用生铁锅 但始终我们煮了没有太多油去煮饭 所以我会选择用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锅 以及涂层好一点的锅 其实我本来不是用什么大牌子的锅 我也是用一些比较普遍在宅货店里买得到的牌子 但其实我都会是比较煮在意大利或者德国制造的 因为那些相对地用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你煮出来的菜 或者是都不会突然间会脱掉一些绿 脱掉一些毫层 对身体就不好 我会比较... 看到一些脱掉的漆 我就已经要扔掉了 因为那些漆是会影响了身体的 所以我们就记得不要省这些钱 一定要如果看到它们的锅底层脱掉 那就要扔掉了 千万不要继续用 其实我有几个锅 其实我有两个锅 不是什么大牌子 但是这个呢 这个呢... 我就不拿好水 这个太重了 这个呢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牌子 其实它这个牌子 其实它不是非常大的牌子 所以我们就送了这个牌子 而这个牌子 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都会在inbox 问我究竟这个是什么牌子 平时你看到我用拍片 那些是用蓝色的牌子 这个牌子 其实是一个分品 其实它一个呢... 我是买这个电子路的时候 它送这个蓝色的牌子 现在蓝色的牌子 很好用 它的尺寸是28cm 是的 接着可以用到6.8公斤 即6.8公斤 它其实是非常之大 蒸东西也很棒 煮汤也很好 所以我是没有特别用什么 特别好的牌子 但是我是用它的涂层 要看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是否可以 而且涂层是否光滑 而且它的标签也很重要 但是它始终是一个浸品 所以它也没有标明什么 这个产品的特别功能 但是其实我用了半年 这个煲其实也很棒 如果大家真的... 刚刚的电磁炉都坏了 那大家都可以买这个电磁炉 然后送这个煲的话 我不知道它... 我买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日本城买的 日本城很多时候都有优惠 所以其实你们都去看看 现在买这个电磁炉的话 会不会送这个煲 而这个煲我都不知道 现在他们会不会单买这个煲 我不清楚 但是这个煲如果大家 刚刚电磁炉坏了 都可以试试这个煲 其实很多人问我 究竟这个煲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牌子 其实它应该不是 这个意大利牌子名下的煲 它应该是额外一些牌子的煲 但是只是一个浸品 但是这个煲如果要用的话 大家都可以尝试 如果看到的话都可以买 这个煲是挺好用的 因为我上星期不是做肠粉的 做肠粉的时候 有朋友问我 你这个锅是什么锅 刚刚上星期 因为蒸肠粉的锅 是刚刚那天买回来的 真的刚刚那天买回来 所以觉得很搞笑 刚刚就问了我这个问题 好有趣 其实这个锅 是超级无敌大 它的直径是40cm 很大 但是它好就好在它是用得 可以用电磁炉 是的 可以用电磁炉 然后它可以用电磁炉 而且它是 大家如果真的去买锅的时候 记得了 要留意这个牌子 这个是一个贴纸 亦都是一个 一个叫做 标榜着它是有一个 叫做 Longstick 英文叫做Longstick 中文是叫做 即是不黏锅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 他们美国的一个 叫做寄认 在美国生产的一个 叫做Materials 的一个寄认 所以如果大家要买 Longstick 或者是不黏锅的 一定要记得 可以留意这个Logo 当然市面上要是有其他工厂 或者其他地方 买的话 其实它们也未必一定有这个 但是可能有其他的Logo 你们都可以上网 立即搜索一下 究竟它是什么意思 反正你买的时候 也有点时间 那你就上网 摩查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它是写着 是哪里哪里製造的 它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安心买 而这个锅 它是好就好 它是用电磁炉的 而我家是用电磁炉去煮饭的 所以大家记得 买任何锅之前 如果你们是明火煮食的 当然就不用太担心了 但是如果你们是电磁炉的 记得一定要问一下 因为如果不问的话 你回到去 不能换的话 就很傻了 这件事就 因为这个呢 我是在一间叫做 简简单单叫做 EASY LIFE的一间 去买的 它很划算 超划算 我为什么会买呢 因为刚好 我没有牢肉 没有一个很大的锅 很想快点买一个 炒菜炒得舒服点 刚好经过 这间叫做 EASY LIFE的一间铺 然后看到它特价 这个40cm的 这个叫做 Longstick Marble Coat 它是一个不黏涂层 再有一个大理石 那个涂层 再加一个叫做 它的盖 因为其实我自己比较 主宰 其实你们买任何锅 都一定要 最好就是 如果他们能够给你盖子 就最好 因为其实 我们平时煮饭 炖菜 其实盖子是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你平时买一个锅 它不配盖子的话 你要自己再出去配 的话 又要浪费很多时间去研究 究竟它是什么cm 又要问人 这样就没那么好 这个锅很大很重 亦都是非常不黏锅 我不放油去煮 它也不黏 嗯 嗯 这个也有分尺寸 这个呢 它是最大的尺寸 我就买了 其实它有其他小一点的尺寸 小一点的尺寸 我相信 一加四口用的话 小的尺寸是很适合的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买得太大了 但是呢 它的确 如果你吃大锅饭 的话 的确是很正的 这个尺寸 这个的话 它是很重的 所以如果你们买的时候 都要想想 运输的方面 挺重的 这个 这个锅 其实呢 其实你看到 每一个盒子上面 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标志 这些标志全部都是有意思的 那么呢 你记得了 如果是 它有写着 引寸 有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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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 如果你家里有特别的标志 那你也要看清楚 这些究竟是否适合你自己 才去买 是的 那这个锅呢 就是 我 当时特价 很划算 很划算 298 298 小的尺寸是198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 如果你们身边 或者是 家里楼下 看到一间叫做 Easy Living 的话 你们也可以进去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锅 那 锅呢 我大概 都真的 是用来用去 我拍片 或者是 和大家煮饭 拍片 和朋友来吃饭 我都是用这些锅 其实我都没有特别说 是否用法国的牌子 或者是否用其他牌子 我暂时都没有去到 要买这些 因为我是 来来去去都是煮的 即是 来来去去 每一天都会煮饭 但是我都是用来用 都是那些小锅 我平时 之前都和大家介绍过 玫瑰锅 玫瑰锅 我也是在网上买的 刚好看到一个 叫做 韩国的一个网店 每星期都会有一些 新的货品 我便会发送出来 我买了一套玫瑰锅 三百元三个小锅 我平时都是煮面 煮沙海菜 所以我会用那些锅 但是如果拍片的话 我都会用这个 和这个 鎮品 这个 所以我来来都会用这几个 其实大家如果要 要问我 你觉得哪个牌子好 其实每个牌子都有其特别的功能 亦都有其价钱上的分别 所以如果你们看下 你们自己会选择些什么 如果你们说 我想炆东西 炆东西 炆东西是有什么特别呢 越厚的锅 越厚的锅 炆出来的东西 焗出来的东西是特别好吃的 因为越薄的话 他们的满热的程度是快些散 所以如果你炆东西的话 最好 就是买一些厚身一点 其实你们去一些 例如EON 或者去一田百货 那些 你基本上去那些地方 那些锅价都会回答到 你任何一些有关这些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想问我多一些有关 更加多有关锅的 或者煮的都可以inbox 问我 第二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说平时 Polly觉得 家里必备的东西是什么 很多人问我 Polly你永远都煮饭 但是你呢 平时你会 放些什么在家 会经常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我家里 在冰箱里面 一定有几个东西 一定 是一定 因为那几个东西对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 怎样重要化 就是和大家说 第一个东西 就是 红萝卜 和有参加过街市周围中的朋友 都知道 我常常介绍萝卜 就是 经常说金笋不好吃 但是 外面的金笋 未必是甜 也未必是好吃 但是这个金笋 就 等等 这个金笋 是我很 推荐的 因为这个金笋 是在维康买的 而这个 这个 叫做澳洲金笋 现在 对不起 现在才看到一些留言 嗯 是啊 这个锅 是290 这个锅 是298 是 超便宜的 我当时也忍不住 买了 团购 好啊 如果你们想团购的话 到时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合作 就是 再找一下那间店家 再看看有什么可以 看看我们可以 团购一下一下 如果你说 超过不知几个人 Poly 就帮你们争取任何优惠 哈哈 好 接着呢 因为我刚刚看不到一些留言 现在才看到 那么 好了 第二个问题 就是平时家里 会放些什么 这个澳洲金笋 是我自己 一定会放在家里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 慧康这只金笋 其实是十几元 但是这只金笋 是非常甜 而且很嫩 很嫩 我平时很少 会在街市买金笋 因为那些金笋 相对你不知道 的品质是怎么样 但是 这只澳洲金笋 基本上 包包买包包甜 每一包都很甜 但是 记得一样东西 就是 不要买一些有霧水的 你看到这一包 其实是没有霧水的 是很清的 这个包装都很清的 这一包 是我家里不可以缺少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真的懒惰 不想煮蔬菜的话 我就会吃它 但是 如果你买一些没有霧水的话 你可以放很久的 所以 这个是我家里必备的 原因是因为 我如果懒得煮饭的话 我就会吃它 可能就是切了它 切了它 放在焗炉 放一些香料 焗了它 变成蔬菜 或者是生吃的 我当一个沙律 也是很棒的 澳洲金笋 因为我之前在街市周围中 都不停地跟你说 是这个牌子 在卫康买这个 澳洲金笋是非常推荐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买 另一样东西 家里是必备的 就是这个 青檸和柠檬 我家里是一定一定要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认识我的话 其实我吃的酱汁是不多的 就是你说平时吃的酱汁 我通常是 问我那些叫做沙律酱 我会放些什么 酱进去的呢 其实我沙律酱 就是比较少放的 但是反而是自己 做一些新鲜的 酱汁 我就比较多 所以其实 檸檬 平时我可能吃 叫做三文鱼 或者是其他煎炸的东西 我都会摘柠檬 柠檬可以放很久 所以我家里的冰箱 是一定有柠檬的 而且 用完的柠檬皮 就可以放到冰箱 辟味 可以比较干净 清新一点的冰箱 青檸 其实外面卖得很贵的 但是我平时上班的地方 我之前在街市周围中 都会和大家介绍过 那间店 是卖泰国东西的 这间的东西 其实是12元4粒 超大的青檸 这个青檸 是平时我平时 如果很口渴的话 想喝有气的东西 我通常都会用青檸 加蜜糖 再加梳打水 之前都和大家介绍过 这青檸 梳打蜜糖 其实是我自己 夏天是最喜欢喝的东西 最爱的 青檸 平时在做沙拉 我会放一点 黄芥辣 少许油 和许义 加少微糖 就会变成一个酱汁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记不记得吗? 教大家制伏冬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过 所以这两件 是我家一定会有的东西 所以这两件 其实介绍的东西 真的太多了 暂时来说 都是这两件 都是这三件 例如甘筍、青檸檬、檸檬 醬汁方面,雖然我是拍片 雖然我在Facebook跟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的食材、食物 但其實我來來去去調味都不多 大家看到我平時在Facebook教大家 跟大家分享食譜的時候 來來去去都是那幾樣東西 因為我是不太喜歡用太多醬汁 用太多不同品牌的醬料去做很多的食材 其實因為我們希望吃的是天然的味道 還有最好就是用主要食材的味道 令到整件事提鮮 而不是用其他的醬汁令到整件事 令到你的味道改變,覺得很好吃 所以其實我家裡第一次做Live也有說過 只有幾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花椒酒 花椒酒對我來說超級重要 我煮什麼都一定要放花椒酒 其實我的原因是因為現在的蔬菜 或者是現在的肉類的味道 是比較重的 所以我一定會放少許花椒酒 去煮 葉菜、煮菜、花椒酒都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不可缺少的就是 這個芝麻油 尤其是日清的芝麻油 日清的芝麻油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日清的芝麻油是… 是香到一個… 香到爆 超級香 日清的芝麻油呢 其實你煮任何麵 煮任何涼拌的東西 只要你加一滴下去 整件事就會香到不得了 所以你家裡一定要放一瓶芝麻油 當然其他品牌都可以的 只不過我覺得日清的芝麻油很香 很香 跟出前一丁芝麻油差不多 所以大家家裡可以放這瓶 日清的芝麻油 我是在那個… 我是在七五九十三屋買的 所以很便宜的 大家有沒有問題呀 HELLO IVY 好久不見了 接著就是這個鹽 其實我每一個笑容 都好像有不停地說鹽這件事 鹽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們吃的鹽 每天攝取的份量都不能太多 我們要的鹽 就盡量都希望用回最優質的鹽 這隻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但這隻鹽就不是太鹹的 所以大家平時如果要買鹽一點鹽 你們可以去超級市場買海鹽 而這隻鹽其實是給肉類西餐的 所以其實我家裡只有鹽 麻油和花雕酒 和之前介紹的椰子油 椰子油也是非常健康的一個油 我可能每一次煮菜的時候 都加一點點進去 就當作煮菜不太油 而且是相對健康一點的 然後就是糖 糖我一定會買一個叫蔗糖 蔗糖是啡色的 如果是白糖的話 通常在外面買的話 可能會是一個漂染的狀態 底下變成白色 我會比較推薦大家會吃蔗糖 或者是叫做 天然少少的羅漢果糖 都是推薦的 那下去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家裡調味料也不多 食材的話 通常都是買一些新鮮的食材 然後就是豉油 豉油 我會買這隻牌子 之前說過 就是這個就是日本的豉油 它的豆味是重 和偏鹹一點 放一點點下去 豆味已經很重 和相對的鹹 這幾樣就是我家裡 一定必備的東西 就是有幾個調味料 調味料上面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家裡是不會有特別的 什麼醬 什麼醬 可能是叉燒醬 那些就是要吃的時候才買 但是如果不吃的話 也不會放在家裡 是的 大家在這裡有沒有問題 就是對那些叫做食材上面 我看到大家都不是很多 很多時候出聲的 然後就是第三個問題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但是我又真的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去保持食材 平時大家吃東西 通常都會買很多食材放在家裡 但是通常都是吃不完 就放在家裡 然後就會壞 壞 壞就很浪費 所以很多之前參加過家庭周圍中的朋友 都跟他們說回 怎樣選擇菜 但是如果大家之後再加入 參加我們家庭周圍中的話 我們再談詳細 怎樣選擇蔬菜 但是現在在Live跟大家分享幾樣的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們買那些叫做 香草 芫荽 蔥 薄荷 那些 買一大雜 然後放在冰箱 就會變成一個枯草 永遠保持不久 今天就很想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就是怎樣保持這件事 好了 這件事真的好像一個魔術 這個 是甚麼來的 有沒有人回答是甚麼來的 見到大家 這個其實是薄荷葉來的 薄荷葉基本上放在冰箱 你都會兩至三天 就會敷起來變成啡色 但是只要你把薄荷葉 你把香草 浸 用一個杯 或者用一個器皿 浸 浸 水 然後你把薄荷葉 或者植物 放進去 然後你就封住它 封住它 然後放回雪櫃 就可以放很久了 這個薄荷葉 你看到還是很新鮮 其實已經放了三個星期了 這個薄荷葉放了三個星期 對 所以大家如果 大家吃不完的任何香葉 有這些根部的東西 大家都一定要用一個杯 或者用一個碗 裝著水 然後放植物的根部 的勁部 然後浸 然後放回雪櫃 就可以放很久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杯 其實它的苗還在出來了 新的苗還在出來了 沖 沖可以 就是想跟大家說 沖也可以 然後這個就是九層塔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九層塔 看到嗎 我放了兩三個星期 我還是這麼新鮮 我也是用一個 就要放了 那些水荷葉 那些水荷葉 就要放了 那些水荷葉